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面试官是怎么看待面试,怎么进行面试的 面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不易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对手的触牌心理,那么就相当于得了先手 这样赢面就变得很大了 在我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做过多次的面试官 每次面试时,心理压力总是很大 因为感觉自己背负着很重大的职责 我很担心,我会让一个不合格的求职者通过 同时又很害怕,一不小心错过了那个合适的人 如果让一个不合格的求职者侥幸通过的话 那不仅不利于公司生产力的提升 更郁闷的是,它极有可能破坏原有团队的生产力 因为不合格的团队成员,不但不能配合其他成员的完成本职工作 而且,它有可能将非职业化的习惯带入团队 破坏团队的团结氛围,打击团队的气势 如果一开始挑错的话,后面再去开除它 公司必须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 而且开除成员,对团队的心理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我不小心错过了优秀的求职者 不但对求职者不公平 而且公司或团队错过了优秀的同事 那很可能等于失去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机会 因此,作为面试官 面试的时候必须要小心拿捏 不可随意 面试的主要形式呢 基本上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 所以作为面试官 在与求职者沟通时 他们自己必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 要注重慎言慎行 防止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行 对求职者的理想或心理造成负面的打击 因此,一次合格的面试 或者一个面试官 要进行一次良好的质量组织 有足够质量的面试 必须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是面试官要做到客观公正 面试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判断处置者是否符合 符合公司或团队的需求 理想的候选者必须具备聪明 诚恳 善于表达 善于合作 技术悬熟 办事细腻 为人热心等特点 面试就是要设计一种评价体系 根据前面提到的种种特质 为候选人评分 优秀的人可以得一分 差的人可以得零分 当然,根据不同的程度 他的得分会分布到零和一之间 如果是经验欠权的面试官 一个常见的错误 就是不能客观地评价候选人 他们往往由于候选人某方面 或某部分的一些缺失 就给候选人定下低分 而不是通过全面的考察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进行全面的权衡之后 才来得到候选人的得分 如果不注意评判的全面性 客观性 那面试上基本上就是浪费时间了 面试如果要做到客观公正 那么尽管候选人没通过 但面试仍会给候选人 产生正面的影响 因而候选人很可能会成为 公司的品牌大使 他就会容易向其他人 传递出公司或组织的正面形象 而且很有可能 他会积极主动地向公司 推荐其他合适的候选人 因此让候选人在面试的过程中 获得良好的体验 是非常重要的 一种不好的面试过程是 候选人正在积极描述他的想法 但面试官却在一边做一些心不在焉的事情 例如解锁邮件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工作等等 这样的行为对候选人来说是一种侮辱 然而这种情况却不少见 我记得我在微软面试的时候 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形 那时候让我心里还是很纳闷的 第二个面试官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要注意面试问题的设计 那么面试官要非常清楚 公司能给出资者多长的培训时间 如果公司是创业公司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注重候选人技术的娴熟性 他到了工作岗位之后 必须要快速上手 如果公司是大规模的成熟的上述公司 那么培训的时间和相关支出就会比较充沛 那么对候选人的这个技术娴熟性 他的要求就会放低一些 对候选人的增长潜力就会更加看重一些 由此面试问题的设计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比重 对于成熟的大公司 面试问题的设计往往要注重考察候选人的成长性 及其技术基础的扎实性 因此面试的问题更多可能是侧重于数据结构 算法 系统设计能力 以及问题的分析能力等等 这么做的理由如下 算法和数据结构 以及系统设计分析能力 是软件开发的核心能力 虽然算法数据结构 可能是整个系统很微小的模块 但算法和数据结构的相关代码质量却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性能 说直白点 算法和数据结构对于软件系统而言就如同心脏对于人的身体 那么心脏对人身体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心脏的体积对于身体而言所占的比例很小 但是人一旦没了心脏 整个人肯定也活不了 由此算法和数据结构 它所对应的核心代码 虽然对于整个系统代码而言 可能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 但就如同心脏一样 缺乏了这一部分 整个系统 那么自然就要贪垮了 更何况的是 如今我们的各种平台和编程语言的发展进步非常快 但如果你掌握了扎实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基础 并且有了培养了复杂系统分析的能力 那么你就会发觉 那些技术的发展变化只不过是新评装旧旧 同时 很多成功的软件技术公司 他们招人的标准 主要救济于候选人的算法基础和学习能力 因此通过算法和数据结构去考察候选人 也就不难理解了 大家可以发现 像微软啊 Google啊 Facebook啊 Facebook他们招人最主要考察的就是算法和数据结构 既然他们招到的员工 能够使他们的公司顺利的发展赚大 那么一个公司依靠算法和数据结构 去考核候选人是非常有道理的 对于大公司来说 面试流程已经是流程化的 每一个面试官负责考察候选人不同方面的能力 有些面试官负责考察他的算法设计能力 有些面试官呢 重点就去考察候选人的编码能力 而有些面试官呢 则是负责考察候选人的系统分析能力 我们这个课程呢 将提供将近三百多道的算法面试题 足以去帮助你面对这几方面的考察 那么第三点呢 面试官要做的就是要注意算法面试题的入口点设计 一般而言 面试算法题大多都不有多种解法 或者是多个入手点 如果题目只有一个突破口的话 那么优秀的候选人 有可能因为压力或其他影响因素 当时想不到这一个单一的突破口 而从而解不出来 而自知一般的候选人有可能是运气的原因 虾猫捉到死了死死耗子 一下子撞到点上 那么就能够把题目解开 所以算法的面试算法题的设计啊 往往要设置多个突破口 这样候选人的分析能力 才可能得到比较全面的考察 举例来说 一般来说 一道如果能够用动态规划 动态规划算法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使用贪婪算法也有可能可以解决 以此同时通过暴力枚举法也能得到答案 只不过是算法效率会差一些 通过暴力枚 那么对于这样子多个突破口的题目 即使候选人不能给出最佳答案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检测候选人的分析能力和代码设计能力 如果题目有多种解法 那么候选人找到解法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同时由于多种解法的存在 面试官再给候选人提供提示 或者是引导方面空间也可以得到增强 好的候选人甚至能够找到多种解法 然后对比不同解法的优劣 这是一点 那么第四点呢 面试官还需要注意的 就是要从多方面去考量候选人 即使面试官专门负责考察候选人某一方面的技能 那他也会在意暗中去考量候选人其他方面的素质 例如如果面试官是负责考察算法设计能力的话 那么在面试期间他也会留个心眼 注意观察候选人在设计算法过程中所展现的问题分析能力等等 也就是说他虽然有一个主要的考察点 但其他相关的方面他也会留心的 那么合格的面试官除了要负责自己主要的考察点之外 对于其他相关能力也要留个心眼去注意和观察 那么第五点呢 一个合格的面试官还需要做到 就是注重与其他面试官的相互配格 那么面试官有时候拿捏不准事体的难度 一道题要在30分钟或一个小时内解决 对候选人来说会不会太苛刻 所以这些拿捏不准的地方 这些都有拿捏不准的地方 所以好的面试官可能会跟其他同事商量 来确定题目的难度 第六点呢 就是面试官不能随便提出超越需求领域的难题 如果工作项目对某方面的需求不需要 那么面试时就没有必要去进行不必要的考察 例如项目如果需要的是良好的编码能力 那么面试时就没必要去考察候选人的数学理论水平 或者其他高深的图论之时 因此面试要做到客观实际 切近需求 那么下一点呢 我们要看一看 面试官是如何主导面试过程的 基本上说面试是面试官提问候选人回答 面试官通过评估候选的回答来评测候选人的这个技术质量 但是面试的过程之中往往会存在一些意外 这些意外因素也会对面试官的评估产生重要的影响 面试官必须良好的掌控以候选者的交流节奏 在候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适当的给予帮助 所以面试官在面试前要根据面试题设计出一些提示点 这样当面候选人没有思路时 能够及时的给他帮助 下面几种情况就是面试官在面试时需要注意处理的 第一是候选人因紧张而造成的思维停顿 一些候选人因为心理压力过大 有时候会产生头脑空白 思维僵化 说不出话的情况 这样的时候 这种情况并不表明候选人的能力不足 那么此时经验丰富的面试官就要想办法缓解候选人的紧张情绪 特别是舒缓其心理压力 此时面试官可以向候选人表明问题难度很难 想不出是很正常的 安抚一下候选人的心情 同时在思路被卡住的正常情况下 也可以引导候选人把头脑中的思路一点一滴的说出来 并让他不要担心想的不对或不完全等等 让他放心的说出来 即使是帮他挤牙膏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挤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候选人舒缓他头脑中的紧张情绪 第二个呢 随到的情况就是候选人在交流的时候话不对题 有些候选人在交流的过程中容易迷失交流的要点 说到很多不相关或无关紧要的内容 此时面试官要注意把话题重新引导到焦点上来 或提示候选人的思路不对 并把他的思路拉回到题目的要点之上 那么第三点呢 是面试官要注意处理候选人的过度自信的情况 有些候选人可能会比较偏执 虽然他给出了答案是错误的 但他仍然不值得维护自己的见解 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举出一个具体实例 例证他思路的错误性 并帮助他改正 那么帮助他改正 那么并帮助候选人改正 最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构造一个测试用力 然后放入到候选人的错误解法中 从而直接证明候选人的 从而显示候选人提出的想法不正确 所以面试官在遇到候选人过度自信的时候 那么采取这种方法来处理 会比较合适 最后一点就是面试官如何对候选人的表现进行评估 在面试结束之后 候选人的能力如何 是否录用 面试官往往已经心中有数了 然而做出最终的讨论时 还需要小心谨慎 反复权衡 特别是要注意保留候选人在白板上的代码片段 或找找纸上写出的解决方案 以便作为最后候选人的评分依据 在做出最后定论时 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 例如候选人解决了多少问题 候选人简题时需要多少提示 候选人在交流之中表达的能力 也许举止如何等等 考量的因素越多 对候选人的评估可能就会越准确 如果无法对候选人做出明确的决定时 可以考察另外一件候选人 而不要做出仓促的录取决定 那么以上这些呢 是我在十几年在面试过程之中 以及其他同事在做面试过程中 得到的一些心态 心法总结 也是面试官在执行面试的时候 他们自己的一些心理动态和思维特征 那么我们作为面试者 被面试者 知道了面试官在面试时的心理特征之后 就相当于两人打牌时 已经知道了对方的出牌方式和出牌套路 这样的话 我们在牌面中或者在牌局中 根据相应的情况做相应的应对 就能够有任有余 就会更加宽裕和轻松 同时在牌局中 我们得到迎面的几率就可以大大增加了 所以这一节我们就给大家 注重的去描述一下 面试官是如何进行面试的 那么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心中有数了之后 便可以有希望做到自己之笔 而百战不殆 所以感谢大家收看这一节的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课程 谢谢大家